新浪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宋祖儿 新的一年 祝大家可以每天都开心 然后身体健康 很多人 就是前辈啊老师们 对包括这回我自己 在后台看到了蔡国卿老师 我都就是感觉有点怪怪的 这种感觉 对 肯定是各种小品 和最后大家一起唱南网惊奇 以至于现在我不管过什么节日 最后都唱这首歌 这是一次新的尝试吧 也是 对因为以前也从来没有演过小品 然后有特别的幸运 然后让我跟小明哥和金正杰 还有老师家老师一起合作 但说实话春晚的节目 我还是不能选择了 对我还没有到可以自己去选择 但是反正分给我的这个 确实也是我自己比较想尝试 就是春晚排练 因为小明哥是他还在拍戏 然后没有连排 所以他特别辛苦 就是要来回来回的飞 然后还有就是看到了 就是因为我们节目到后边 就是小朋友们的节目嘛 就是我小时候上的那个节目 对 就是每年的我这么一个节目 里面有很多可爱的小朋友 然后我今天看到他们 然后我就觉得 好像看到了我小时候的影子 在里面 嗯 春节之前小的时候 最期待的是留红包 就是说红包 但现在还好 但春节最期待就是吃晚吧 嗯 最怕做的时间 就怕长胖吧 我已经很久没有压缩钱这个东西了 小时候压缩钱 有麻烦呢 都留给我自己 就这样花一年 小时候我没有多少钱了 嗯 但是我记得那时候 祝老阿姨也是一千年 一千年给 天哪 多少钱那时候 春节 春节包的时候都是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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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说阿姨不要不要 我已经长大了 就想让他们再推脱一下 我就收了 对 这样子嘛 现在对我回家意味着 我要进门之前 要洗手 然后摘掉口罩 然后把口罩 用过口罩剪碎 扔掉再进家门 对 因为家里有老人嘛 所以还是 特别是 嗯 我觉得小心了也好吧 特别感谢现在在 前面依然工作的 也有顾人员 然后呢 也希望就是可以大家赶快把这件事情度过去